浓浓黑烟窜出的现场 隐约还能看到火光闪烁 拉近距离看 一整座建物已经变成大型废墟 钢筋水泥扭曲 多辆车烧得焦黑 瓦力堆中还插着一只伊朗国旗 遭毁的建筑物一侧 还清楚看到伊朗大使馆门牌 毫发无伤 躲过一劫的伊朗驻大马士格大使 目睹了这场攻击 声称以色列出动F35战斗机 朝大使馆区的建筑 发射了六枚飞弹 至少造成两名伊朗革命卫队 高级指挥官 以及其他五名无辜平民丧命 令两名看守大门的警卫受伤 其中一名丧命的高阶指挥官 非常非常资深 是美国在二零二零年以无人机炸死伊朗 圣城军指挥官苏里曼以来 遇害的伊朗最高级将领 德黑兰方面立刻表示将进行报复回应 闯入叙利亚领空袭击第三国使馆 这等于是直接攻击伊朗国土 滋事体大 但针对这起近乎手术般的超精准袭击 是否是以色列所为以国拒绝正面回应 其实近几个礼拜以来 以色列双面开战 不只决心要攻击加萨拉法地区 还对里巴嫩南部真主党势力 以及叙利亚境内伊朗扶持的激进组织 采取更大规模的空袭行动 唯恐区域战争扩大 白宫目前低调回应 这表示还在了解状况 小新闻谢林军报道 小新闻